现在的眼镜都这么智能吗 不仅能检测心率自带缺德地图 扫一扫人脸 就能知道对方的身份 还支持线上购物 商品在眼镜里浮出 只需手指一挥就自动购买 遇到有人需要抢救 眼镜还会像玩游戏一样 把心肺按压当英游来玩 这么智能的眼镜 就问你想不想要 而男人大帅这天一大早的 就收到一个神秘包裹 里头装着的正是那智能眼镜 他尝试地戴上去 耳边却忽然传来一个女生 那正是眼镜的智能AI 只见主人信息确认完毕 眼镜就开始浮现各种弹窗数据 大帅都吓呆了 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智能眼镜 但他来不及多想 就赶着要出门约会 毕竟作为母胎单身30年的他 作为还在相亲网站上一番检索 太胖的不行 太老的也不行 等等 这个女孩 卡哇一爹思念 赶紧麻利的就同意相亲 等到了见面地点 一个女孩细声细语的 就叫住了大帅 通过眼镜的智能分析 此人正是相亲对象小美 大帅看到他 居然和照片一模一样 瞬间就小鹿乱撞心跳直标130 而作为一个老宅男 大帅压根不知道该怎么相亲 于是在眼镜的提示下 发现对方喜欢逛画展 就这样 两人来到画展小约会 但看着那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大帅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见眼镜弹出提示 只要付费购买 即可获得关于名画的所有资料 于是大帅火速指纹支付 通过眼镜给出的资料 可把小美说的心服口服刮目相看 而接下来的操作 更是让人跪地膜拜 有这么一款智能眼镜 当你不会细餐礼仪时 戴上去就会提示 你要左手拿叉右手拿刀 而且当你不懂点评主视搭配时 眼镜还会自动弹出标准答案 只需找着念读 就能完美说出标达 再也不怕第一次相亲 在相亲对象面前丢光脸了 哪知身后忽然倒下一个客人 而在场却没有人懂医疗知识 于是大帅为了展现风范 更是通过智能眼镜 获取了心肺复苏的步骤 只见他跑到客人面前 按照眼镜提示打开对方上衣 接着眼镜画面就变得像音乐游戏一样 一下两下 完美很好 一番操作下来 客人也被成功唤醒 就问这眼镜哪里能买 我也想搞一个呀 而相亲对象小美 也被大帅的这波操作迷得不要不要 等两人逛夜街时 小美就透露心声 答应做大帅的女友 而自此成功相亲后 大帅也爱上了这副智能眼镜 每次不懂买什么衣服时 就会求助眼镜 接着根据上面的穿搭建议 就能买下最合适的衣服 就连在公司开会时 哪怕面前坐着几十号人 大帅也压根不锁 只需按照智能眼镜的文案模板捧度 就能让老板听得心服口服 升职加薪什么的 根本就不是梦 而有钱了 大帅就再次通过眼镜建议 买下性价比最好的小轿车 接着再上小美 在雨夜中一番油车盒 多亏了这副眼镜 大帅现在可是爱情事业双丰收 简直就是爽到起飞 而既然现在连大豪宅都买下来 那也是时候和小美求婚了 人懒到极致是什么体验 即使是在和女方求婚时 都要用智能眼镜提供的求婚词 哪知眼镜一没电 就把男人大帅吓得不轻 他连忙跑上楼给眼镜充电 接着找借口说要出门买甜品拖时间 哪知回来后 女友小美却一脸冷漠 居然把大帅要说的求婚词全都说了出来 原来刚刚眼镜充电完毕后 就被小美发现了镜片上的求婚词 他失望至极 自己爱了这么久的男人 这段时间的各种甜蜜操作 居然都是靠眼镜来帮忙的 他气得不行 哭着就要说分手 大帅一听就怕了 只见他取下眼镜 掉到地上一脚踩碎 为的就是祈求小美原谅自己 但小美不吃这套 拿起包包就是潇洒走人 而一段时间后 小美正在书店打杂工 虽然已经和大帅分手 但却也时不时地会对其想念 哪知下一秒 大帅就气喘吁吁地跑到脸上 说自己真的知错了 以后一定会用自己的双眼 去好好注视他的 一番的真情套路下 小美却被甜言蜜语重昏了头脑 当场就答应了大帅的求婚 看着对方给自己戴上的求婚戒指 他更是开心地直蹦的 却不料大帅这一系列的操作 其实都是通过智能眼镜帮忙的 在踩碎眼镜前 他就偷偷买下新的隐形眼镜 现在大帅的双眼 都直冒亮光像机器人一样 而他也通过眼镜的帮忙 重获了小美的芳心 没多久 两人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却不曾想 这里的酒店经理 双眼也带着智能隐形眼镜 没错 作为智能眼镜的老板 他的销售套路十分精明 他一语道破 不是用户选择商品 而是如何诱导用户去选择商品 为此大帅 就是这样成了眼镜公司的试验品 一步步地就踏入了这消费陷阱中 对此 你又有什么看法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短片出自 世界奇妙物语 25周年秋季特别篇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